感謝全台各地的狗友們支持 熱烈訂購蒙蟲嘟嘟 訂單若一不絕 感謝彰化的小姐姐 高雄的小姐姐 台中的小姐姐訂購 白色的蒙蟲嘟嘟 加上客製化的配備 這邊做蒙蟲嘟嘟的使用教學 首先先介紹一下它的基本配備 我們以這台粉色的蒙蟲嘟嘟為例 整車它的架構有什麼呢 有儀錶板 鑽把 鑰匙口 然後這個是大燈 喇叭 還有它的摺疊筆 因為龍頭可以摺下來 摺下來就會像下面這一個 它可以摺下來收納於後車廂 然後前地震器的反光片 前面是碟煞 是這個卡鉗的 然後飛炫踏板 輕輕按就收 收進去 再推一下 它就彈出來 那隨車呢 它會附上這個 充電器 隨車 手工具 還有手動打氣筒 很可愛 好 然後它有前面的大燈 以及後面的尾燈 以及後面的尾燈 好 然後它有兒童座椅 跟這個大燈的座椅 那這樣整車的載重呢 是150公斤 後面是雙避震器的減震 避震器 那艙門呢 從左邊打開 然後會有鑰匙跟遙控 好 那我們就 以這台 白色的為例 這個已經有充好電 好 你可以看到 與剛剛不同的都是有選配 都是有一些 配備的 那我來做一個簡單介紹 好 第一個 使用的方式是最重要的 就是 要先學會怎麼使用這台車 首先第一個是安全 我們人上車之後呢 再把 電源打開 好 人要 屁股要離座 一定要先關電 再離開 為什麼呢 因為 曾經有人是 我電沒有關 但是 就是牽車的過程 可能跌倒 或者是聊天過程 哇 一轉到油門 車子就會衝出去 那當它衝出去 你會怎麼辦 你的自然反應就想抓緊它 結果抓緊它呢 是 轉得更大 它衝更快 所以呢 我們人下車 屁股要離開之前 先 關電 再 離開 OK 好 那來介紹一下它的儀錶板 把電源打開 第一個看到的這個是 這是 時數表 累積里程數 這是電量表 下面有一個英文字母小m 按一下 好 這是累積里程數 這是電壓 好 那今天 你有沒有電呢 實際上要 電量跟電壓 就是按兩下m 電量跟電壓 好 一起看 因為有人說 我的電還有兩格 可是我怎麼騎不動了 好 那 這邊 因為儀錶板 配合每一種電池的大小 所以這個會有一些誤差 最主要的是看 這個電壓 好 那這台車是48伏特的 那它電壓最高在54 就是充飽電的狀態 好 然後最沒電的話就是42 然後很簡單的計法就是 48的正負6 48加6 就是54 好 然後 48-6 就是42 這樣就是 42的話 你就會發現 就是沒有電了 好 這是儀錶板的功能 好 儀錶板打開 這邊有大燈 大燈開關 很亮 LED的 後面也是 示範一下 大燈關閉 大燈打開 OK 龍頭的收折 來示範一下 這邊有一個塑膠扣環 把它轉開之後 這個手柄就可以把它往向外拉 就可以往下下折囉 就可以 收納一個後車廂 好 把它一樣扣回去 這樣就固定好了 好 好 它的寵物插門的開啟方式呢 早期是用鑰匙的 好 那現在就是 撿去鑰匙的一個負擔 好 變成手動的 向內壓 然後向左轉 好 就打開了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它就是這樣 扣住 扣住 扣住這個鐵片 這樣的一個機制 好 扣住 好 這樣就可以鎖起來了 OK 那這台車的客製的話 簡單 講一下 這台呢 它又顯配了這個 USB 充電 手機架 這個手機架呢 是 帶USB桶 充電的 所以這個呢 我們來示範一下 現在我把電 把這個插進去 電源打開 好像拍不到自己的手機 因為現在已經在充電了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再把這個防水塞 塞起來就可以了 OK 然後它還有選配什麼 還有選配這個 這個叫藍牙方向燈 好 因為像這種 類似滑板型的 電動自行車呢 都是沒有方向燈的 好 我們就選配了一個 這個 藍牙方向燈 怎麼使用呢 使用之前呢 先按一下 這樣就是激活了 喚醒 接下來 我按上面的 它有四段 第一段是快閃 慢閃快閃 不閃 好 我現在按右 左 右 停 好 左 右 停 對 就是全靠這裡按 左 右 停 好 就停了 就滅了 好 這是增加安全性的 的選配 再來是它要選配這個 後座的小置物框 小置物框呢 通常 就是放狗狗的籤繩 還有它的水壺 可以放這裡 就還蠻方便的 好 那另外兩台呢 這個是 有選配就是 這個是 這個是前置物 柳邊籃 這個是 車 車手的柳邊籃 好 這很方便 這個可以把 看要從這邊開 從這邊開都可以 把這個打開呢 主要是 幫狗狗跳出 這個籃子 這個蓋子可要可不要 但是至少 如果你今天載了狗 那你要買東西 買菜 你可能沒有空間了 那就可以另外有一個 就是收納的空間 這還不錯 OK 然後再來就是加大座墊 加大座墊這個部分是 就是我們 把原本的椅墊 拿去給 手工 定做的那個師父 去給他定做 要定做個兩三天 從下面看 原本的 桌墊還在 只是加大了 它裡面都純手工的去定做 這個大小 我可以看一下它的差別 好 一般的就夠用了 那有人喜歡 我就想要大的 就可以把它變 改大 好 再來剛剛沒有說到它的遙控器的操作 遙控器如果你之後熟悉了 你已經知道安全守則 就是下車一定要關閉電源 好 那這裡是它的遙控器 遙控器它 如果你停在陌生的環境 這邊鎖頭 你就可以把它鎖起來 鎖起來之後呢 如果有人 牽動它 第一次 會短叫幾秒鐘 因為它會認為是誤觸 但是如果 有人刻意牽 它會叫得比較快 比較急 連續叫30秒 30秒後會停 但如果它一直牽 就是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叫到沒有電 好 那如果你在旁邊 你就可以給它解鎖 解鎖啦 好 解鎖牽的話它就不會叫了 OK 好 然後它還有一個 iKey的功能 就是免鑰匙啟動 閃電按兩下 OK 有沒有看到儀錶板已經亮了 好 那怎麼樣更明顯呢 那關閉電源 來示範一下 關閉電源就是 解鎖 好閃電按兩下 這樣就啟動囉 關閉 啟動 關閉 OK 搞定 好 鑰匙跟遙控各有兩把 好 可以一把 使用一把 收藏在家裡 備用 好 它的這個 飛眩踏板呢 好 它的收納方式記得就是 按 輕輕按就好 因為你一直按到底 收不了的 那你要輕輕按 卡一聲就停了 把它推出來就是按壓下去 按壓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充電器怎麼充電 在這邊 充電器在這裡 好 我現在這個新的我就不拆開了 好 那就是會像這一台一樣 長這樣 一端就是插你的 一把一 好 這邊是插著延長線 這邊是插著延長線 好 一端呢 就是 插著你的 這個防袋裝置 有一個 插銷 有一個凹槽 你只要轉一下 左右順轉一下 好 充電的時候呢 上面會亮 像 紅燈 充飽的時候 就會跳綠燈 充電時間多久呢 看電池的大小 平均是4到6個小時 如果你今天是選最大的電池 續航90公里的 那完全沒電的情況下 大概會充8到12小時 OK 好 再來就是它 還有一個兒童的握把 兒童的前座 那 像有的人是想把它拆掉 像這個呢 就是 拆掉之後呢 可以讓狗狗探頭出來 好 它原本有一個底座 那這台是客製化 把這個底座切除了 好 那狗狗可以探頭出來 有的沒有要在小朋友的需求 就可以這樣做選擇 OK 那這台呢 這個是高雄的小姐姐 她還有選配一個 選配一個 配備 就是這個 兩個配備 它還有這個 紫滑墊 類似於家墊 好這樣的 還有就是一個前座的置物框 我們把它看一下 好 這個前座置物框呢 是這樣 好 我這邊就不示範了 因為這個 這底下是用那個 彈力繩固定這個鐵框 然後再把這個皮套放進去 這皮套可以打開 然後可以做一個收納空間 也可以 就是大概4公 4.5公斤以下的狗狗 可以坐在這裡 就會變成在你的兩腿之間 好 前面也可以放狗狗 OK 好 這個教學影片就示範到這邊 好